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湖牛肉羹 材料是新鲜牛肉 芫茜 豆腐 蒸煮豆腐 蛋白 为何笋切片 先把牛肉切掉 切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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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剁碎 稍后就搅拌 这些芫荽只要切到尾时才稍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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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稍 后面搅拌后很香 这些芫荽头很香 煮沸汤前放入水中 煮沸後可以流出 倒出來切粒 切粒 准备准备 牛肉要拌豆腐和芫荽 准备蜂薯粉 放入蜂薯粉 放入蜂薯粉 放入鸡蛋白 放入蜂薯粉 2斤 1毫升 放入鸡蛋白 牛肉要拌 放入鸡蛋白 牛肉要放入生抽 豆粉 油和水 生抽 豆粉 油和水 放入鸡蛋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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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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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芫荽 出味 一样滲 可以等牛肉 Metallic 放入鸡蛋白 炒 対薄 我们来揉 そして 米萝卜 水滲 我们来 ifen 可以放入骨腓 你的骨是骨蛋 骨的骨 骨骨 又是骨蛋 就行 不 enquanto羊肉混在一起 要有盒豆 可以配合芫荽豆 一等一段 由肉二熟又快 二等一段 所以這個湯是很快的 簡單 一等一段 用芫荽放在一起 加上一等 加薯粉是否中度都可以買的? 是的 除了番薯粉還可以 那哪個好一點? 番薯粉是便宜,馬鈴粉是便宜 但正中間有馬鈴粉 效果呢? 效果是馬鈴粉那些筋是好一點的 你說這些牛肉補充不碎 我都不是很碎,不過就能看到牛肉 打了慶 先把牛肉補充不碎 然後才放進去 我們要加一點鹽 肉味 不知道是他有幾個 給他一個是可以 這就是整碗水,大概是三四個人 那麽? 對 那麽肉補充不碎 可以 它已經開始過了 你不用全部放進去 盡量一邊攪拌 攪拌它有似虎狀 筋狀 應該都放進去 放進去 現在放進去 可以不要等太多 適量都可以 放進去 是不是很漂亮 好健的 好健的 然後就可以關火 現在放進去 先放進去 放進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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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有些蟹肉的感覺 其實已經可以了 現在已經可以了 已經是 已經是 已經是羹狀了 你看 是羹狀了 應該就 吃的時候 拿點胡椒粉 就很好吃 應該 OK 完成